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涨幅都是可以期待的 尤其比较特别的是 其实在过去历史上的一些观察经验 不管过年前台股是先涨 还是甚至是先拉回了 年后还是都蛮容易出现上涨的空间 如果说撇开所谓的历史经验 纯粹以今年的情况来说 国际的变数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先前所谓美国政府的关门 不过这件事情已经告一个段落 美国政府重新恢复正常的运作了 第二件事情其实是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 拖延相当久的贸易战的协定 这两天其实就是关键 因为双方的高层现在正在做协商 不过预期应该在各浪一步的前提之下 会有至少一些进步的空间 也就是说贸易战 我想很难透过短时间 或者是几次的碰面协商 就马上取得一个 全世界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是最坏的情形 我想之前川普都已经出招 把牌都丢出来了 那么也因此导致在去年10月份 全球股市都有一波修正 所以在协商过后 我认为因为已经是在一个 最低的立足点了 最低的起点 所以不会有更差的情形 那么任何的进步 不管是10分、20分、50分、60分 对于贸易战都是一种进展 那么对于股市来说 也都会达到一个比较正面安定的作用 所以国际最大的两个变数 目前来说都应该可以比较平稳的来做看待 那么在昨天晚间 美国公布了重量级的财报 就是苹果的财报 那Apple其实它公布在财报内容当中 基本上营收是计增34% 获利是计增41% 数据部分来讲的话 大致上跟市场的预期是相符合的 那么我们进一步如果从比较细部的内容来看 来做解读 苹果其实以全世界的地区销售比来看 衰退最严重的就是在中国 那这个当然跟贸易战的后续引发的效益是有关的 所以当然库克一直希望川普能够把这个贸易战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那第二个从产品 或者说整个营收的贡献比来看 iPhone的下滑低于预期 这个是应该最严重的一个伤害力 那至于说比较有成长性的部分 除了iPAC 那这个主要就是在于穿戴式装置 苹果的智慧手表 还有就是在服务的收入 那这个对国内的苹果供应会有什么影响呢 很多人会说那苹果都已经跌下来了 那这一次在低位阶财报公布出来 因为也没有更差 所以盘后苹果的股价涨了4% 那么有机会带动年后 国内的苹概股来做反攻 那我先做我的解读跟提醒 我认为因为对于国内的苹果供应链 牵动最深的还是在于iPhone的销售 那iPhone就是这一次苹果财报当中 最弱的一环 所以虽然苹果的股价反弹 虽然整体苹果的财报是符合预期 可是对国内的苹概股并不会有正面的帮助 这是我的解读跟建议 那至于说苹果成长最高的是在服务这一块收入 换句话说苹果现在它慢慢的走向就是要吃软 重于吃硬 那软体的部分其实跟我们国内的苹果供应链 这些硬体的零组件或代工厂 其实八杆子打不着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苹果成长归它的成长 所以换句话说我认为 今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在销售量饱和 而且换句循环地延的前提之下 除了新规格是投资的亮点 那这个部分是不需要刻意去分成苹果或飞瓶阵营 手机要投资就是找新规格 否则整体来讲的话 今年手机相关的概念股要避开 那苹果供应链如果年后有反弹 我认为还是以短打的操作方式为主 那以上先把最近大概国际的一个重大事件 包含财报内容我们做了解读 那回归到大盘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大盘月线跟季线刚好形成黄金交叉 所以这代表中期反弹格局能够延续 那未来的目标当然就要看上档压力 主要一个是半年线 另外一个是年线 那这两条均线目前都还是维持下弯形态 那以元月份的法人动向来说 外资其实已经开始回头买超台股 投信也积极的做多 反倒是代表内资尤其是散户力量的 融资与额水位 目前大概只有1200亿 几乎是接近金融海啸当时3955的低点 所以融资水位如果跟大盘指数做个对照 从3955点这么多年下来 甚至都涨到1万点了 这个融资水位反倒还几乎在原地踏步 所以代表其实国人目前投资心态 还是比较谨慎 特别是在过年之前观望的气息浓厚 那么就一个反市场心理的策略思考 当多数人比较谨慎的时候 其实赢家要勇于对抗人性 要能够乐观的行动 就像你看到的元月份以来 外资买 投信也买 那外资为什么买进 我们看到美元指数 这是牵动到国际资金流向的 最重要观察指标 那么在去年11、12月美元指数 出现两波高峰之后 基本上技术面这已经有点头部的形态 那现阶段美元指数明显呈现拉回 那假如今年美元升息的频率会降低 可能从原本升息三码 减为两码或一码 甚或有部分的经济学家预估 可能今年不升息 那么也许美元会持续的走落 那么如果再进一步跌破年限 这个代表的就是国际的资金 会重新返回新兴股市 当然包含台股在内 所以外资纵使对全球的景气 对于很多产业面 它们有比较可能谨慎的看法 但是在去年已经大卖3000亿的前提之下 那么台股的低档的价值面 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 不管是低本益比 不管是低股价净值比 或高值利率 这个对于现在转向的国际资金来说 是具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认为外资在年后 会开始锁定一些高值利率的龙头股 去做布局 那么指数就能够稳住 甚至慢慢往我们讲的 半年限或年限来做挑战 至于说投信元月份以来 也是买超 那么过完年后 刚好第一季差不多过一半 代表要进入到 一年开始的重头大戏 也就是第一季的投信作战行情 这里面投信买超的标的 有很多值得去做留意的 因为很多都是 大概从去年12月才刚开始布局 然后延续到1月继续买超 这个其实就代表 今年主流的产业就在这里 你看投信现在买的一些个股当中 产生的交集 重复的族群 就代表是他们所看好的 今年的趋势产业 包含5G相关的 光5G就可以延伸出 像散热 像光纤 像网通 这些都是5G相关的 另外手机就像刚才前面讲到 有一些新规格 像是扣服封装 或是像指纹辨识 这些也都是今年的焦点产业 所以在整体 电子股亮点不多的前提之下 第一季普遍产业是逆风 可是随着法人的买超 能见度拉高之后 有机会的个股会持续在年后 成为攻坚表态的主力 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个股 整个锁定的方向 就是按照这个逻辑 包含讲到指纹辨识 神盾这一波已经来来回回的操作 那么利用利空 公布出来12月份单月的亏损之后 我们逢低买进 短短的几天在封关之前 获利也达到11% 稍作减码并不是看坏 而是多一点灵活的现金 当然目前手中还是持续保有基本持股 也持续随着今天股价创新高 扩大获利 再来像一样跟手机新规格有关的 扣服封装受惠最直接的易华店 去年获利普通 但是今年法人估计获利 少则成长至少一倍 甚至多则获利可以上看成长两倍 过年前股价投信开始卡位布局 有机会成为第一季做账的标的 目前我们获利也已经超过两成 另外长元科是在去年 让很多很多不管新的家族朋友 或旧的家族朋友 大丰收的一档超级标股 这种标股往往就是 从年底到隔年第一季最会标 那我想长元科因为有新订单 那么从去年11、12月开始 灌入到业绩当中 营收明显的跳增 那这样子的营收增加 其实只是揭露出 今年业绩大爆发的一个开始 后面其实这个大笔的订单 还会有很多很多持续的贡献 挹注进来 所以股价你看即使涨幅这么高 不过整理的姿态其实还是很强 虽然过年前开始转趋平淡 没有要攻击 但是慢慢的让量能萎缩下来 代表卖压已经洁净了 那最主要其实就是要清洗一些 短线的福尔 那整理接近尾声之后 或许在过年后 等元月营收公布完毕之后 股价又会有新的转变产生 那其他包含 像这个受惠穿戴装置的电磁股 新能高 我们也看好 年后在营收公布之后 有机会让股价加温 重达元月份营收 乐观预估有机会去挑战 历史新高 那博弈概念股的五峰 股价真的也打底够久了 去年10月到12月 公司买完库长股 显示对后市颇有看好的企图 股价这一波带量突破年线之后 再到年线附近 做一个稍微的量缩整理 那么年后如果能够站稳年线 就有机会海阔天空 最后则是在载版的星星 目前股价也准备叙事来挑战 整理的压力线上缘 所以以上大概这些个股各有题材 不过都是在今年的产业上面 符合我们选股的主轴 明星趋势成长的焦点产业 配合法轮在年初这段时间 积极的开始认养布局 我想年后大家应该都可以有个 丰收的开始 那当然过年期间 我们也会持续的服务大家 那首先要提醒的是 虽然今天是封关日 不过明天后天 礼拜四礼拜五 同一个时间 温昀老师的股市权威节目 都还是会有精彩的内容播出 而且是平常 因为时间有限比较没有办法 完整呈现的一些重要教学单元 分别会教各位 关键K棒的判断解读 以及股票的评价法则 所以这两天的节目 一定要持续锁定 当然我们也都会放在网络上面 那另外过年期间 每天公司都还是会有 服务人员照常提供 各位我们的服务 在过年期间是不打烊的 那过年期间 特别给权威的好朋友们 独享一石二鸟计划 所谓的一石二鸟 第一 第一重好处就是 能够享受直接升级 第二个好处 能够延长期限 那么这双重的优惠 一石二鸟 只有在过年期间才有 所以想努力 想赚钱的朋友 千万别提早休息 过年期间 还是可以跟我们电话联络 先休息一下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要过新年了 那封关之后呢 我按照往年的惯例 都会去财神庙拜拜 那每年其实呢 我都衷心地许愿祈祷 那不是呢 希望自己赚大钱 如果要自己赚大钱呢 我就退隐深山 回到家里面去当自营的操盘手就好了 我其实每年许的愿望 都是希望呢 能够带领了更多更多 信任我的投资朋友 权威的家族朋友 能够在股市当中呢 持续的扬帆 持续的获利 那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份 不是为了自己在操作 自己操作 反而单纯 获利 自己享受 风险 自己承担 那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策略 但是呢 既然选择做了这个行业 就是因为呢 我们有报复 我们有目标 我们希望呢 能够把自己 在法轮圈这20年来的经验 带给投资朋友 那当然呢 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我们不可能得到 全市场每一个 台股投资朋友的认同 甚至喜欢 但是呢 我的目标也从来就不是 设定在希望呢 收到最多最多的会员 这个从来不是我的目标 我觉得呢 一个真正有成就感 而且快乐的人生 是能够结合 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在投资这条路上奋斗 一起完成目标 一起承担呢 当中的辛苦 跟最后的欢乐收割 这个才是我的目标 所以呢 我常常去灌输我的理念 就是希望能够呢 你认同我之后 再来跟随我 那毕竟我们现在 其实这个肩膀上的压力 是比起自己操作 百倍千倍的承重 因为我每代一个家族朋友 其实这个背后 可能就代表的是 一个家庭 他们一年当中的生活费 退休金的来源 那一百个家族朋友 就代表一百个家族 一千个家族朋友 就代表一千个家庭的压力 所以我每年呢 封关之后 到过年前 我一定会找时间 去财神庙 诚心的拜拜许愿 那也希望呢 新的一年 所有呢 认同支持 魏朗老师的朋友 我们都能够呢 更上一层楼 完成呢 今年的投资目标 那为什么要选择 加入一个团队 其实这个在 现在的股市当中 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做股票 本来不是应该是 一个很个人的事情 自己来做股票 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要跟着团队 那其实你想想看 做股票要成功的几个要件 第一个你要选到股票 第二个呢 你要呢 抓到买卖点 那光是这两件事情 选股现在有1700多档 未来会变成2000档以上 你要怎么样 从茫茫股海当中 去泰换掉那些不好的公司 去把握住那些 所谓的成长的公司 你要做多少功课 产业 财报 筹码 技术面 缺一不可 可是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可能专攻有的看筹码分析 看分点有的看看技术面 但是说实在的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因为你的生活的局限 你对于产业或财报 真的没有办法跟法人对抗 所以选股往往呢 选到了不是成长股 而是衰退股 要嘛就是呢 等你认识了一档成长股之后 他的买点早就跑掉了 那你要掌握买卖点 更需要呢 去持续的观测股票 包含盘中的变化 包含盘后的各项数据的检视 所以其实 一个一般投资者 不管你是上班族 还是你是家管退休族 真的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力气 去管理好那么多股票 所以纵使呢 很多人有聪明才智 到最后呢 还是会选择加入团队 所以魏永老师 有很多的家族朋友 他们都是呢 在职业上非常优秀的 社会成功人士 教授 医师 律师 企业主管 甚至呢 中小企业的负责人 甚至上市归公司的 董事大股东 都有 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加入团队 因为呢 魏永老师的人脉 经验 资源 可以带来很多呢 过去你在股市当中 所没有的东西 而这些内容 其实可以刚好 跟你自己的努力 相辅相成 我们举例来说 股市里面 大家是不是想要掌握到 波段的股票 因为一档趋势波段股 少则赚30% 多则呢 翻倍 你的财富呢 马上呢 三级一跳 像今年 红透半边天的 立山 到圆月封关这一天 股价还在 创新高 可是各位 你知不知道 其实 魏永老师 早从2017年 立山 一字头 十几块的时候 就开始 带家族朋友操作 2017年 已经是前年 太久的事 我们不要讲 我们光说 2018年 从去年 7月13号 这一根掌停板开始 又进入到我们 另一次 立山的奇幻之旅 从三字头 开始 买进立山 操作立山 各位看看 这是我们第一波的操作 7月份 各位再看 这是我们第二波的操作 10月份 各位再看 这是我们第三波的操作 12月份 再看最近的一波操作 已经第四次的操作了 一档股票 可以这样子前前后后 已经追踪操作了一年多 光最近的半年 就做了四次 这累积起来的获利 是非常非常的可观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去掌握到 一档个股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从产业 从财报 这些公司基本面之外 再配合筹码 再配合技术面 这些缺一不可 如果你只是看分点 我相信 你会常常有很多盲点 因为 我自己跟我的团队 也会去看分点 所以我知道你的问题会是什么 你可能会看公司派不是在卖吗 可是股价在涨 所以这里面其实 我要强调就是 投资你一定要面面俱到 但是呢 请记住渭阳老师 最经典的名言 基本面决定 股价的高度 筹码面影响股价的速度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基本面决定股价的高度 筹码面影响股价的速度 所以大部分投资朋友 当你只在着重于 技术的现行的转变 或者筹码分点 资券反人的变化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办法一开始从源头 知道这家公司 它基本面成长的力道 有多强 它下一季 它下半年 它今年的营收获利的成长 爆发力有多高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 预先去规划出 它的一个正确操作的逻辑跟策略 这很重要 就像同样神盾 有的人买 却没买必赔 可是呢 我们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买了再卖 买了再卖 这一波利空再买 又卖 是不是也能够呢 在一个看似 好像只有区间的行情当中 来来回回的 去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获利空间 那当然呢 近期让大家印象最深刻 最经典的 就是去年 11月底 40几块钱的长元科 开始跟大家讲 它会有大订单 营收要爆发 就这一波从40几块标到70几块 足足成长了60几% 如果你成为我们的家族朋友 你就能够收到这么多 这么领先 这么详尽的通知讯息 都是盘中的即时内容 而且都是领先市场的 所以你不再会因为股价盘整而慌张 或者因为股价小涨了 卖太快而赚不到大波段 甚至你会懂得利用拉回的时候 去把握加码点 所以只要跟紧蔚杨老师的脚步 新的一年都会有很好的开始 最重要的 我们随时都会掌握住一些 市场所不知道的 波段趋势成长股 只要一档就能够翻转人生 那么祝大家在这边 猪年新年快乐 而且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